好,今天我们要来讲什么呢? 讲non-degenerate perturbation 那今天我这所有的计算 因为过去这几天 因为我们自己课本有一个符号 但是香卡都讲色 各位全部都学过 所以他用几个式子 卡拉卡拉卡拉 然后答案就通通都跑出来 但是他的符号又跟其他的课本不一样 好多本的课本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想办法统合一下 让他变回香卡的符号 所以呢待会儿呢 我会尽量小心地写 OK,那请大家回家也好好推一次 记住这个perturbation最妙的一件事情是 你只要推一次 然后你要忘掉都很难 OK,你只会忘掉equation的细节 但是他的principle呢 跟他的使用方式啊 你不太可能忘掉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假设我们有个hametonia 他呢,你可以把它分解成两个 D0也可以选,最重要的 假设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成两个 那这两个有什么特别呢 因为任何东西你要分成几个都可以嘛 对不对 你爱怎么猜就怎么猜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 H0的本身呢 他一定是什么 我们称之为on OK Perturbedhametonia 那我们什么叫做没有围绕呢 很重要的是后面这个东西 他的答案呢 都已经知道 这样子才有优点 OK 然后第二件事情上面这个呢 那当然就是给他取名 叫做什么 这个围绕的hametonia 但是呢 他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 这个呢 一定要小 怎么小呢 就是说他的icon value 一定要比前面的icon value来得小很多 这样子才行 假设他很大 那就麻烦 你就不晓得应该怎么样 而且这个切啊 一定要切得很干净 你不要他跟前面又有什么交互作用 那就麻烦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希望说 这个东西呢 一定要很小很小于怎么样 unpeterhametonia的 expectation value 他一定要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作业 好 那么在这个定义下面 那第一个 unpeterbed的这个hametonia呢 他icon function我们就用n 我们给他一个index en 只不过呢 因为这是没有围绕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上面通通加一个0 OK 前面这个1呢 上面呢 你们课本没有加瓜五 我喜欢加个瓜五 我要不然还以为是次方 一次方二次方 那就完蛋了 事实上他不是 他只是个符号而已 OK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事情 那么最后面 完整的这个呢 一定有他自己的 怎么样 equation 对不对 time independent shorting quote equation 一定有这样子 OK 那我们就知道一件事 n0 指的是h0 hametonia 0 本身的eigen vector eigen states n没有0的这个 就是完整的 OK the eigen state 那en呢也是一样 上面没有任何符号的 就是完整 hametonia 那有符号的 那就是里面的一些东西 OK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呢 想来做几个假设 有什么是未知的呢 unknown是什么东西 en unknown 有1n 有n 这两个呢 是我们要求的 那假设他求得出来 根本就没有问题 那问题就是求不出来 OK 或者是不太好求 那我们希望用这种 围绕的趋近的方式 来求出来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那既然n的本身是不知道 那我们可不可以 做些什么事情 1n的本身不知道 我们可不可以 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就做几个 简单的事情 第一个 n本身不知道 但是我们却知道n0 n0就是已经有解的 这个嘛 那我们就把n0放在这边 那因为他只有一点点 他是很小的 所以我们预估啊 我们可以猜测啊 他的解 n或者是1n呢 都是从n0拼一点点 拼出来 都是从1n0拼一点点 拼出来 OK 那我们给他一点点修正就好 那这样子就可以 知道吗 你看我们常常也用修正啊 对不对 我们说啊 多少乘多少 1.2乘上5 哇 这等于多少 那你快速算的人 会告诉你是6 那简单一点 我就先把它1乘上5 我们就等于5嘛 他1比5大半 这20而已嘛 那就差不多6左右 OK 我们就用这种修正的 所以呢 6会是5旁边的一点点修正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原来的这个再加上一个修正 修正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总之他要修正就对 所以这边我就开始放1进来 那修正前面呢 我先放一个parameter 叫做lambda 的parameter OK 那这个parameter呢 到时候我要把它杀掉 OK 那修正呢 除了第一阶修正 我可不可以有第二阶修正 可以 我可不可以有第三阶修正 可以 反正 我可以一堆修正 我现在先写两个就好 OK 那第一阶修正 第二阶修正 那一呢也是一样啊 我是不是就可以从一 n 0的这个 就是原来可以解这个parameter 所解释放icon state 然后 变化一点点 修正一点点 修正呢 我就叫做一 n 一 前面我已经给他一个parameter 叫做lambda OK 然后我可以修正第二项啊 修正第二项是 一 n 二 OK 你看这边我要是没有写瓜糊啊 这下写到en二就会很容易误解成为平方 前面呢 我再放一点 parameter OK 放lambda的意思并不是代表说真的有lambda 而是说 反正我这个我可以猜嘛 我可以猜嘛 我要怎么猜 我都可以做 所以相当于这个lambda 我可以变化 比如说要是1 完整是1的话 lambda等于1我就可以说 就相当于原来的样子 我要是把perturbation关掉 也就是说 有的人呢 他会很适应的把这边加入一个lambda 它就是个parameter 你可以把perturbation关掉或打开来 比如说lambda等于0 那它就关掉 lambda等于1 那就完全打开来了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这个系数 本来就是你可以吸收在h1 h'里面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 这个只是一个introduction introduce的什么parameter OK for turning off 或者是on perturbation ok 好 那我像这个呢 编号第三 编号第四 好 所以现在相当于呢 我有什么东西还不知道 新增的 n1 不知道 n2 不知道 1 n1 不知道 当然我可以写说 一直到很后面 很后面 但反正这个只是approximation 假设我前面第一阶算完的结果 已经满满意了 那就差不多 要不然我再加上第二阶算完 更满意了 那就好 假设再不行了 再加第三阶 第四阶 第五阶 我基本上那个是不得不的 所以本来是两个位置数 现在呢 这个位置数呢 可以变成下面的这几个 ok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做一些运作 运算 第一个 你看看 我们现在要解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式子 对不对 这个式子才是我们修订过的quition 那这里面呢 hometonial h就是这个 我们把它带进来 n就是这个 我们把它带进来 en就是这个 我们把它带进来 n又是这个 又把它带进来 对不对 我们管它三句 就是通通把它塞进去就对了 ok 我们就把一到四了 把它带到第二个 应该说 没有 第零 来来来 我们一个个慢慢写好了 第零四对不对 第三四 第四四 把它带到第二四进来 好 那我们就看看 第一个 第二四左边是hometonial h 所以它就可以写成为什么呀 hometonial 0 再加上lambda hometonial plump 再乘上n n就是第三四啊 n0再加上lambda n1 再加上lambda n平方的n2 ok 那等于什么 1n 1n就是下面这一大串 干脆我把这个写 过来一点 1n 就会等于 1n0 再加上lambda 1n1 再加上lambda 平方 1n2 再加上点点点 再乘上 n的eagon state 它一样是n0 再加上lambda n1 n的plump 再加上lambda 平方 第二阶修正的n 它会等于这样子 这一计算之后 你会发觉这里面有很多个lambda 这个lambda呢 的数值啊 我们可以稍稍微的允许它某种程度上的调变 而且很好玩的是 我们这边有无穷多个像 既然你有无穷多个像 那么lambda前面同样次数的这些系数 通通都要等于0 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写怎么样 the coefficient 这边不是等于0 因为我并没有把这个提过等次 假设我这边写0 右边写 这边写减 右边写等于0 那么它就要等于0 lambda 这个叫第五个词字 这个叫第五个词字 上一次呢 我有一句我在抄笔记有个地方写 coefficient of什么要等于0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是不是上次有个笔记 coefficient of什么h bar 对不对 要等于0 不是h bar等于0 是这整句话啦 h bar的系数要等于0 知道吗 所以呢 请大家要习惯看一下英文 好 他们现在每一项都要一样 每一项要一样呢 你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只写出其中的前面几项 我把等号 放在这边 第一个呢 h0 n0 等于en0 h0 n0 你看看 是不是就是第一次 完全exactly一样 所以呢 第一次没什么 第一次只是讲到没有 perturbation 状态下面的修订柜 修订柜 クrishn而已 所以这我们给他第六个诗 再来一个 这个叫 n1 harmitonium 0 再加 n0 harmitonium 1 1 n1 n0 加上 1 n1 这是第七个诗 好 好 再来一个诗子 好 再来一个诗子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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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等号可以好多 所以第六个诗子没有什么意思 它只是重复我们没有pterbation下面的harmitonium 别忘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目的是要解的这几个东西 这些都可以分解下来 所以我们目的要解的是n的 第一个修正 n的第二个修正 en的第一个修正 en的第二个修正 我们从第二个诗子这边来看 第七个 这里面有什么是未知的 我把未知的用蓝色的 好不好 这个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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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不是我只要把第二个诗子呢 小心的处理 我应当就可以将第一阶的修正 把它算出来 ok 好 但是这样还是有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这边只告诉你说 它这个 eigenvector 它会等于原来没有pterbation下面的 eigenvector 再向修正想 那修正之后变成什么东西呢 修正之后变成什么 那就麻烦了 同样的 同样的 eigenvalue 它有没有修正的 eigenvalue 再加上修正之后的 eigenvalue 等于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是说 我们尤其是 eigenvector的本身 因为它就类似一个矩阵 类似一个向量 我们就把它这个未知的 先用已知的把它展开来 因为已知本身它是个什么 正交的集合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子做啊 那么我可不可以assume 假设什么呢 第一个未知的 第二个未知的 都可以用已知的来表示 那为了要避免这个符号啊 重复啊 我把这个已知的 第一个叫ID 反正你看到0的就是已知 第二个呢叫做J0 0的就是已知 那它用它来展开来 那前面呢 必然是包括各样的系数 对不对 ANI 第二个也是一样 它用它来展开来 前面一定是包含各样的系数 我就把系数 叫做ANI跟BNJ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ANI 每一个ANI都求解出来 那我Nplunk就知道 Nplunk知道 EN1就知道 好 那我是不是第一阶修正 就全部都解决了 因为第一阶修正 就是要知道这个 假设我们今天只做到这边 后面通通不管 是不是要知道这个 以及这个 对不对 所以呢 单单一个式子里面 两个未知数 当然解不出来 但我们现在创造出另外一个 equation出来 就变成两个equation 两个未知数 可不可解 可解 当然不只是两个位置数 它是一大票位置数 但是呢就比较简单 我们再把它编个号一下 这个叫做第九个式子 这叫做第十个式子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用右边的空间 我们把一阶的把它算出来 算完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重整一下 我们把我们算的东西 把它通通丢在左边这边 当做一个参考值 参考的equation 那我们待会就 拿过来用就好了 ok 不不不不不 i0是已知的 就是n0 因为n是个数目字嘛 我只是把n换成i而已 你知道看到0就是已知的 这个hammitonia 这个hammitonia 它是没有围绕 而且它的结果是已经知道的 所以这些通通已知 我们用红色来表示已知 已经知道的 什么东西是已知的呢 重要已知的 当然hammitonia 当然要知道 没有hammitonia 就没什么好玩 这个是已知的 这个是已知的 假设这些都不知道 那就不要玩了 ok 所以呢 这个地方第九诗 第十诗 我只是把n 反正n是数目字嘛 我只是把它改成一个i 一个叫做j而已 反正你知道看到 右上方有个0 就是已知的 ok 只要知道这件事情就好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 我们就开始把它通通丢进去 好 好 现在呢 我们要从第七诗 我们把第九诗把它丢到第七诗里面 ok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些状况 好 来 我们把第九诗 丢到第七诗 那这是因为第七诗呢 在算的时候只算出n1以及e1 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什么 first order perturbation 第一阶的围绕 ok 也就是我们只修正一次 好 所以我们将第九 带入第七诗里面 好啦 那其他就通通都照写啦 好 h1 这是知道的 然后它是 n0嘛 对不对 好 加上h0 它乘上n1 n1 我们就下面这一串 对不对 这个就是n1 再加上 它会等于 1n1 后面是什么 n0 就维持n0 再加上1n0 等上n1 那n1 就是我们这个summation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ok 好 我们将这整个式子呢 这个是我们给它的编号 叫做第十一个式子 我将第十一个式子 第十一个式子呢 左边呢 来夹一个 夹一个什么 m0的 这个 也就是说 我再拿另外一个 已知的 已知的位方圈 对着它呢 把它夹住 对着它 全积分就对了 ok 我就来做这件事情 那这一做的时候呢 那这一做的时候呢 是不过这整个式子 就稍微 进化一点 我将m0 写在这边 hprong hprong n0 写在这边 再加上 这一边呢 记住喔 这一边summation i ami ami都是什么 常数啊 未知的常数嘛 现在我们就是要去解它 它到底是等于什么东西 那么 这个 summation i 只对i 也没有对hprong 所以这个hprong 可以作用在这里头 对不对 外面再加一个m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加个m 那干脆 加个m也跟它没有关系嘛 我是不是可以把summation i 提出来 那里面就变成m0 加个hprong 加个hprong i0 对不对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样 等于右边的 右边的en1 en是icon value啊 它是实数的 所以本来就可以提出来 那里面 里面是不是等于m0 n0 对不对 再来呢 这个呢 又是个常数 所以呢 en0呢 我写在我外面 里面写i a n i 然后呢 我将外面夹住了m0 跟i0 摆在这边 我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样 没有错嘛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会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一运作h0i0 h0n0就在这边啊 它的答案就是en0 这些都是已知的嘛 你知道看到0的都是已知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会变成什么 en0 i0 对不对 然后可以把它提出来 这边就变成这两个夹住了 ok 变成这两个夹住了 好 麻烦一点 我们继续写 算了算了 省一点空间 因为 我看看空间够不够 应该会够 应该会够 这样子我们待会才可以整理 ok 那这边是不是就变成 summension i a n i 那这个地方呢 就变成1 i0 对不对 h0i0嘛 h0n0 就变成1n0 后面是 eigenvector 是n 它就是en 0 那它就变成1i0 那后面就变成什么 m0 i0 ok 抱歉 这边是假的 要等于下面这个 这两个呢 都是已知的n0 都是0嘛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一旦夹个m呢 n一定要等于m 因为这边是delta mm 对不对 好 我先 写麻烦一点 这样子 后面这个呢 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delta 所以这边是en0 summension i a n i delta m i 它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 那第一个式子没办法 因为h1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了 我们只知道它的形式 但不晓得怎么解嘛 对不对 现在呢 先暂时这样子 然后后面这一项呢 会等于delta i m delta i m 就是i 只有等于m的这一项才存在 那前面有summension summension就可以开始变化 一直变 一直变 只有变到i等于m的这一项 才存在 要不然通通等于0 因为后面等于0嘛 关于前面是等于什么 所以 它就会 简化成为a m i要变成m 所以前面的n呢 保留 后面呢 就变成m 对不对 i呢 就变成m 0 这是前面 这是前面 后面这个会变成什么呢 我就写在这边 n要等于m嘛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选择 1 m 1 再加上后面这个 一样delta mi i就是要等于m 那i呢是summension 所以它会一直变 一直变 变到i变成m的时候 它变成1了 那它就会 它这个就会存在 变成anm 所以前面是en 0 0 成anm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我把这个叫做第12四 ok 算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假设没有问题的话 没有人举手 if m 不等于n 因为我们发觉我们现在index 只剩下n跟m而已 那m呢是什么 是我们刚刚在外面沉进来的这个 m 假设 我们这里面的n跟m 不一样 不一样 那它会变成什么 那 是不是 它会变成m0 Armitonium 1 n0 这个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后面呢 等于什么 加上 a n m e m 0 对不对 再来呢 这边我现在算太快 为什么算太快 这边已经强迫n等于m了嘛 所以我应该把这个先暂时保留 这个先不动 这个先不动 我把这边呢 写小一点 对不对 因为刚刚我下来了这个步骤 这边要求n1等于m 但在我上面这个条件的时候 这两个不相等 所以它永远等于0 就应该没有后面这一项 所以它就是等于1项 第一项等于0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看看 只要看到0的 这个都是已知的哦 所以我们这边分析一下 已知的用红色 这个是已知的 已知的 这是已知的 这也是已知的 这也是已知的 因为这是题目给你的嘛 H'就是人家给你的嘛 你把它分出来 所以只有谁位置 所以我们分析一下之后 用蓝色把它写下 所以呢 从这边马上就告诉我们 anm呢 已经解出来了 请做个记录 n不等于m 这个很重要 ok 免得我们搞不太清楚 根据这个呢 它是不是就等于很简单的 这个 除以这两个相减 除以这一过去嘛 是不是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太棒了 我们第一个人 已经求到这边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假设这个已经知道 这个我应该给他个编号 有13 假设m就是等于n 那这个式子会变成什么 这边就等于n nn嘛 对不对 那你 一样 n0 homitonian n0 再加上 ann 1n0 等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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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M-0 N要等於M N要等於M 乾脆通通把它寫成E-N-N M也等於N 這也寫成N好了 那麼這個就變成E-N-A-N-N 對不對 這個是0 你一看這兩個一樣啊 消掉 這裡面有什麼是位置的 這個是位置 什麼是椅子 這一串都是椅子 所以它馬上就告訴我們 E-N-1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這是第40 好 到這邊呢 我要來稍稍微引述那邊 這邊是告訴我們說 假設它完整的解 會是等於原來的解 完整的 eigenstate 是等於原來的 eigenstate 加上第一階修正 現在我就假設lamb 通通等於1好了 那大家都就通通沒有問題了 那我是不是等於N0 再加上第一階修正 那麼這件事情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這是一階修正而已啊 first order 不要忘掉 那麼它是不是等於N0 不動了 Nplung 第一階修正 Nplung會等於什麼 在這兒 對不對 Nplung是不是等於它 那我把這個抄上來好不好 Nplung是不是就等於summation 裡面 裡面是什麼 A N I 對不對 A N I 本來是I 那後面是I0 但是你看我這上面 求出來是AN M 所以呢 我就把它改成為M 這個也改成為M 這個3M 這樣子就OK啦 那我們看看一下 現在有個問題喔 有個什麼問題 我們根本就不曉得ANN是什麼東西 因為這邊殺掉了 我們只知道 ANM兩個不一樣的時候的狀況 OK 兩個不一樣的時候的狀況 也就是說 它的修正呢 我們必須要 假設根據這一邊的話 ANM我們所知道是M不等於N 是不是這一邊要寫上M不等於N 這樣才可以 那麼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的修正 我並沒有用到原來 怎麼講 也就是說 我需要用到 假設原來 你現在要討論Ground state Ground state要是第0階 第一階 那麼這邊呢 的修正項 就不能等於第一階也要算進來 是從其他階 來做成一個linear combination 來當作它的修正項 了解我的意思嗎 OK 所以這樣一來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更進一步的把它寫下來啊 N0 再加上這一大串 對不對 Summation M 但是不等於N A 那就等於M0 Harmetonium 1 N0 除以1N0 減掉 EM0 再乘上 M0 這個就是一階修正之後的位方 就是這樣 那從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它是怎麼修正 我們這裡面唯一呢 加進去 無法讓我Harmetonium很難解 就是H' 這個東西 它現在把H' 兩端都是用什麼 用原來的 微方學 原來可以解的微方學 把它夾住 算它的期望值 也就H' 在原來 狀態下面 原來可以解H' 這個狀態 Harmetonium 0 這個狀態下面的期望值 下面呢 就是這兩個能界當中的能量差 對不對 所以這告訴我們幾件事情 這個修正項的大小跟什麼有關係 跟這兩個能界的差值有關係 我們說過 假設我在算ground state ground state加上pertervation之後 它修正了多少 就看後面這一項 假設ground state1N N這等於1 那後面這個只能從2開始 所以假設1的能量在這邊 2的能量在這邊 3的能量在這邊 比如說N等於1 N等於2 N等於3 假設我想計算這一階 加上pertervation之後 發生什麼事情 那麼修正量的分母 是相當於上面這個跟它的差值 假設N等於2的是跟它的差值 以及上面這個跟它的差值 以及上面那個能量跟它的差值 以及上面那個能量跟它的差值 這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你越遠離這個ground state 假設你的興趣是ground state 是N等於1的 越遠離這個1的那些state呢 因為它能量差越多 分母是不是越大 越大是不是修正量的 修正的越小 所以它大部分的有問題 都是附近的影響 也就代表附近的有一些東西 會卡破進來 導致你能量有所差 那這是第一個可以從分母看到 分子上面也看得到 這個hametonia本身的特性 假設它大 當然 這個上面值大 那你修正量就要大 上面值小 修正量就要小 對不對 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到一點點特性 那麼我們剛剛不是說 只有 假設我的眼光是N等於1 那我管的只是靠近這附近的 跟1這附近有關係的 比較容易卡破進來 那我們看看下面 是否 你看它就是 這些就是它卡破進來的量嘛 這是其他的這個 Igon state 對不對 假設我們今天看的是N等於2 你感興趣的是這個 加到hapelion之後呢 能量修正多少呢 那就要有上這個跟這個 因為m不可以等於2嘛 那m可以等於1啊 m可以等於3啊 這些都可以進來修正 上面可不可以進來修正 可以 但是上面進來量就比較少了 因為它的能量距離 N度的能量又更遠 對不對 那這些呢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但是從這邊也看得到一件事情 我們這個為什麼稱之為 non-degenerate 也就是說這些能量啊 不能夠一樣 那一樣它就發散了 拜拜了 對不對 所以這邊它是規定 EN跟EN絕對不能一樣 OK 要不然就沒什麼細長 好 那麼再來一個 那麼我們現在EN呢 就可以修正成什麼樣子呢 EN根據那邊的話 我們就是什麼 EN領原來的 沒有perturbation時候的能量 再加上 加上 加上什麼 EN1 我們已經set lambda等於1了 在最後面的時候 我就假設它就是1嘛 那麼它為了 EN1 怎麼用藍色 EN1在這邊啊 所以它的解就變得很簡單 EN0 再加上 N0 你看看 DN個能階的能量 就會等於原來 DN個能階的能量 的 Igon value 再加上 Hermitonia 你這個 Perturbation H'呢 被已知的 原來它的 Igon state 所加入 這樣子就是了 OK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第 14 4 這個是我們第 15 蛤 14已經有了 是不是 跟隨這個標邊 這個標邊 我們把它放在下面就好 因為我們不在引述它 我們引述下面了 OK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開始把我們左邊 稍稍微整理一下 整理完之後 我們就先下課 好 然後我們再來進行第二階 可以運作 所以呢 我現在開始整理 那要下課的 你就可以開始下課 OK 然後我們來看看 我們這邊 到底是怎麼樣